农委会为了结束饥饿 照顾弱势推动零饥饿政策 日思乡农会配合绿色照护站 启动零饥饿爱心便当 肚子提供浑素口味 蔬果食材也都取之在地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达到零饥饿的同时 也要让每一位弱势民众 吃得健康又安心 上午11点半 向公所造车通知的社会弱势民众 从农会总干事黄胜黄手中 接下热腾腾 香喷喷的爱心便当 日思乡农会零饥饿措施 也正式启动 日思乡农会除了农镇推广 产业辅导 长久以来 对于地方弱势的关怀 与照顾更是不遗余力 尤其这一次零饥饿措施 照顾地方弱势族群 农会更是亦不容辞 结合绿造站及农会之工 共同响应 食材都是在地的吗 对都在地的 都是用在地的 同时你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啊 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也麻烦煮 有的也就是团体的话 他一个人煮也不方便 我们有这样子的环境跟想法 我是很赞同 农会准备的爱心便当 不仅提供荤素口味的选择 而且每一项蔬果食材 也全都取自于在地的农产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达到社会灵机饿 照顾弱势的同时 更要让每一位弱势民众 都能吃得营养又健康 我们瑞税的年人口越来越多 那尤其是独居的长者 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瑞香农会 配合我们农会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零饥饿的一个政策 希望能够照顾我们 这些弱势的长辈们 让他们不会挨饿受冻 所以我们在每个礼拜一 跟每个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便当 那便当的这个菜市 非常的丰富 我们有素食也有荤食 那欢迎有需要的这个长者 可以到我们农会来 领取免费的便当 2022年4月 台湾正式三读通过 食农教育法 农委会也推动零饥饿政策 结束饥饿照顾弱势 通步跟进的瑞士乡农会 依照乡公所造成名单 在每周一以及周五 上午11点半到12点半 在农会本部提供爱心便当 让弱势民众免费取用 总干事黄胜黄 希望能尽点绵薄之力 照顾社会弱势 记得十一玉兰瑞瑟采访报道